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平安 愿上帝的话 如同传言金奴般 支援利我的心 今天 我们的灵修进度是来到 《文素基》第二十章 神在这一章提醒我们 虽然神有认许和预备 但是我们依然要小心警醒 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仍然要尊实列明为圣 以喜乐的心侍奉主 否则就会像摩西一样 在抗野中漂流四十年 最终都是入不到加南地 在本章一开始 便记载米尼暗的死 表明出埃及的时代已经漸漸过去 新的一代正在兴起 但是百姓攻击领袖和发冤怨的情形 并没有因世代不同而有所改变 这段记载和《出爱及记》十七章 一到七节相比 百姓都是因为无水而争吵 百姓动节便以死相逼 他们将所有问题都归咎在摩西身上 摩西向百姓说 我为你们使水重者盘石中流出来吗 在经文中 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顺服上帝 上帝叫他吩咐盘石出水 他却击打盘石两次 而且他的动作大有勞气 神责被摩西 无尊神为圣 我们可以在第十二节中看到 耶尔华对摩西 吶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意识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令者遗众 尽我所赐他们的地区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厌利的懲罰 但是试上一想 如果一位灵俗无法尊臣为圣 他又怎能带领遗众成为榜养呢 摩西亚伦走了四十年 他们已经快进入加拿地 就只差那么一点 我们相信 这个和美丽暗的死有关 心情不好 会中由集体来攻击他们 摩西不能面对 以色列人的背叛 于是就对以色列人被动了 勞气 摩西因此最后都进不到加拿地 弟兄姊妹 我们侍奉主 要小心 不要有勞气或者苦水 也不可以用情绪处理 要随时谨慎 免得被魔鬼留地步 直到上帝最后会给我们的应许和预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起色 求你给我们有一份 愿意跟随到底的信心 并单单依靠神 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都要顺服 并遵实的名为圣 不发勞气 就算自己有心情 也要忍耐 因为知道事情很快便会成就 奉旨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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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